Reduce Recycle Reuse 也就是减少使用回收再利用 是近来积极推广的环保标语 不过根据调查 全美只有不到一成的家用废弃电器产品 获得妥善回收再利用 今天社区消息要关心的是 大洛杉矶台湾会馆再度推出电器回收活动 鼓励华裔社区踊跃响应环保 一起来爱护地球 据统计全美56%的家庭中 拥有不会再使用的电脑或电器产品 但只有不到10%被正确合法的销毁 或是回收再利用 除了造成严重的资源浪费问题 违法请到掩埋的废弃电器 对人类健康更存在相当威胁 很多电器用品里面含有毒的重金属 比如说是铅 它是一种很不好的重金属 能够如果说埋在地底下 地下的水资源就会把污染化 那么这些污化的水资源 就会产生我们幼儿的儿童 脑力的花育不足 或者各种兵变 去年台湾汇馆总计回收近2万磅废弃电器用品 今年台湾汇馆则与EYS公司合作 全面回收更多种类的家用电子产品 电器回收活动将于9月7日到9月8日周末两天举行 台湾会馆鼓励民众响应环保 给下一代更健康美丽的地球 请不吝点赞订阅